俄罗斯到底会不会打击乌克兰? 这是最近最热门的话题之一。 针对俄罗斯将打击乌克兰这事。 美国为首的西方一直在炒作,声称俄军在俄乌边境的集结十几万的重兵,并声称俄罗斯将在不久后发起对乌克兰的战争。 俄方对此一直极力否认,但却没有任何撤军的迹象。 对于俄罗斯是否会军事打击乌克兰的问题? 普遍看法是俄罗斯迫于经济压力,不可能打击乌克兰。 那么到底普京会不会出手呢? 我认为普京这一次可不是简单威胁。 普京是认真的。 我们可以从普京最近的表态上窥斑箭报。 普京认为,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,已经到了兵营危险的临界点。 啥叫临界点? 就是过了这个点。 俄罗斯与北约的俄关系将非常危险。 普京还表示北约在欧洲的进一步扩张是不可接受的。 因为这将威胁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。 普京还开始向美欧翻出了旧账。 指责美欧通过支持高加索地区的恐怖主义,来直接伤害俄罗斯。 还有北约的五次扩张浪潮,以及对俄罗斯担忧问题的漠视。 普京强调,俄罗斯只想要保障安全。 普京说俄罗斯没有在美国部署导弹,反而是美国带着导弹来到我们家门口。 我们提的并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。 普京还补充说,北约承诺过不向俄罗斯边境扩张。 但结果证明这是对俄罗斯的欺骗。 北约应当解决俄罗斯的担忧。 这一场十分明确,但西方在假装不明白。 近些年,俄罗斯什么时候做过如此长时间,如此系统和如此系统化的表态? 完全没有,俄罗斯已经把谈判协议的蓝本直接列给了美国。 为何俄罗斯主动提条件? 普京说得清楚,俄罗斯一退无可退。 退无可退怎么办? 只能奋力一搏。 这就是俄罗斯的心态。 俄罗斯的做法,和中国给美国列出的三条底线和两份清单一曲同工,但又有很大不同。 中俄不同在于,中国的三条底线和两份清单中,清单内容是一个较长时间的博弈过程,而且也还有弹性空间。 然而俄罗斯的情况则不同,因为北约已经将导弹部署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,再往前就是乌克兰与格鲁吉亚加入北约。 而事实上,乌克兰加入北约看起来挺遥远,实则并不要遥远。 只要俄罗斯态度上稍有软化,乌克兰可能就会短期内快速加入北约。 普京其实正是看到了其中的凶险。 才在腾出手的时候主动出击。 要美国做书面保证不再东扩。 并且不把乌克兰纳入北约进程。 说白了,普京就是要逼美国出书面协议。 至少有一个纸面协议。 那么美国和北约什么态度呢? 他们都表态称正在寻求同俄罗斯对话。 然而在俄罗斯关心的核心内容方面, 美国和北约都表现消极。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就再次明确表示。 北约从未承诺不扩张。 我们不能质疑北约保护和保卫所有盟友的权利。 也不能质疑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自己道路的原则。 他还说依据北约的创始条约。 任何欧洲国家都可以加入北约。 斯托尔滕贝格还指责说俄罗斯违反了。 俄罗斯已经签署的欧洲安全基本原则。 每个国家都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。 北约秘书长说的话都是美国想说的话。 所以他的表态完全代表了美国的意思。 也就是说美国根本没有打算让步。 对于普京的要求。 白宫也是要求态度强硬。 一位官员21日高速路透社。 美国的官员们正在考虑制定。 对俄军入侵乌克兰的严厉制裁措施。 这些措施包括阻止俄罗斯进口智能手机。 关键的飞机和汽车零部件。 以及其他许多行业的重要元件和材料。 以打击俄罗斯经济。 坦率说。 美国的这一切制裁真的会吓坏小国。 但却吓不到俄罗斯。 原因很简单。 一则俄罗斯认为国家安全事情更重要。 美国那些制裁虽然有影响, 但并不是不能克服困难。 二则是俄罗斯不但自身是大国。 背后还有中国, 相关元器件什么的中国基本都有。 美国顶多能限制部分高端芯片。 但也基本不可能限制手机。 因为美国限制不住中国的行为。 普京对美国还是理解很深的。 所以他在12月21日就明确表示。 俄罗斯同美国最终达成。 北约不再东扩协议的可能性非常渺茫。 哪怕美国暂时被迫与俄罗斯达成协议。 最终华盛顿还是会毁约。 而在同日国防部会议上, 普京说出了真话。 如果我们的西方同行继续采取侵略性路线, 我们将采取足够的军事技术措施回应。 并对不友好的举措做出严厉回应。 普京态度就很明确。 那就是只要乌克兰加入北约, 并然遭到俄罗斯的军事打击。 这一点俄罗斯永远不会改变。 其实关于这一点, 早在2008年就已经验证过了。 就在2008年8月8日当天, 普京在北京奥运的开幕式上, 告诉出席开幕式的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, 告诉他格鲁吉亚的战争开始了。 当时直接把小布什吓到了。 现在乌克兰和当时格鲁吉亚的情况差不多, 甚至比当时格鲁吉亚的形势还凶险。 在这种情况下, 普京选择打击乌克兰是完全可能的。 更为重要的是, 相比其他时候, 这一次时机可能稍纵极事。 一方面,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签署一体化协议, 两国军事同盟关系更加紧密了。 在这种情况下, 俄罗斯有了借白俄罗斯力量, 遏制住了东北欧的国家。 现在包括波兰、 捷克、 斯洛伐克等国都消停了。 欧盟也比较低调, 原因就是怕俄罗斯从中东遇难民过去, 通过白俄罗斯进入欧盟。 另一方面, 俄罗斯可以集中全力解决乌克兰问题。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, 普京才强硬要求北约出书面保证, 不再对俄罗斯进行安全威胁, 不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。 然而就像普京前面说的那样, 美国不可能给保证, 哪怕保证了也会毁约。 那么在北约不做任何保证的情况下, 俄罗斯又该怎么办? 就这么掩齐息鼓了吗? 这事恐怕不会就这么算了。 但如果说普京最近一定会打击乌克兰, 也不能这么说。 因为普京也很可能以军事打击为威胁。 先暂时遏制住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趋势, 然后再慢慢想办法。 当然这也取决于一月初美俄元首的再次会晤。 如果华盛顿态度软化, 并且愿意做一定让步, 普京也可能先把美国让步吃掉再进一步想办法。 反正如果美国表现特别强硬, 那情况可能就会有变。 因为俄罗斯会认为美国是在搞事情, 那俄罗斯就可能通过打击乌克兰, 来锁住自己国家的利益。 普京底牌已经亮了, 那就是只要乌克兰加入北约, 军事打击必然发生。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, 普京既然说出了这一系列话, 那么哪怕暂时没有军事打击乌克兰, 接下来莫斯科也会对北约展开紧逼, 留给乌克兰的时间已经不多了, 千万不要作死。 这次要是真作死, 乌克兰可就必死了。 乌克兰可就必死了。